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很明显了 好像没有什么共性来支撑这一期所谓的对比 或者姑且把它们当成是两个单独的评测咯 爱看不看 感觉别人都是在跟网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什么观众老爷啊 兄弟们 家人们 就我每次都在呛网友说爱看不看 重点是 他们还真不看 那咋办嘛 两台都是绿排车 然后呢 在除了北京之外的大城市都能享受一样的绿排优惠政策 同时呢 33万的定价让他们在缅谣号城市 有了直接竞争的决定性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都是33万左右的定价区间 他们各自都是怎么诠释他们的定价 大家都知道 理想万是一台彻头彻尾的增程式混动车型 什么意思 它的发动机是作为发电机存在的 驱动车轮的还是电动机 所以两台车都是电动机驱动车轮的四驱车型 Model Y呢 有更强的电动机总功率和总扭矩 而且车身还要轻了整整300公斤 可以说在百公里加速上占尽了优势 电机我们就拿它没办法了 嘿 车重还不能让我动动手脚吗 300公斤的坑如果填上了会是什么样的呢 上车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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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Go 其实两台车的体验真的截然不同 Model Y跟所有Tesla一样 在新能源领域做着超前的事情 在尝试新的动力 再让用户体验一些之前没有过的感受 从3开始 仪表盘没收了 到现在Y 已经习惯了 还挺香 视野非常好 而且观感特别简洁 至少从视觉上来说 这种感觉是干净的 就两个旋钮 然后对应的功能的使用体验非常棒 但是呢 找对应功能的过程体验 有点费劲 简单来说举个例子 用这个东西来调方向盘 简直太爽了 但是你需要进入车辆 然后点击快速控制 再在这个调整范围那里 按方向盘才可以调节 如果在理想或者大多数的传统车里 再者 目前我正在开的这台Y 已经没有动能回收的多极可调了 换言之 这台车已经强制用户 使用单踏板模式了 在这个版本之下 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力 有利有弊 必须要适应 还有习惯的成本比较高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 容易造成车内群众的身体不适 还有对司机驾驶技术的高度怀疑 体感觉得真的不咋地 我能想象习惯之后 而且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习惯了 其实非常好用 然后用户体验可能真的会真香 在这种模式之下 我的习惯呢 是在它的停止模式那里调成一个缓行的状态 在基本上速度起来之后呢 单踏板解决问题 在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呢 又可以回到刹车去做一个较为缓和的刹车动作 这个体验习惯下来的话 还可以 但是呢 在目前Tesla群体里 还有燃油车使用者的前提之下 这个习惯的强制行程 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我个人觉得呢 开车人士最好还是能够养成这种 就是需要刹车的时候 或者在不需要油门的时候 脚会回到刹车的肌肉记忆 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呢 Tesla是可以通过OTA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于这个品牌来说 只要不是硬件问题 那都不是问题 底盘的感觉很好 相比于理想万 这个底盘的舒适度会更高 而且整体性更强 包裹感也更强 而且呢 本身重心低的优势 让整台车即便比三高 还是保留了Tesla 从物理结构上来说 超强的运动操控表现 过弯的信心是非常足的 整台车的贴伏感特别好 而且动力随踩随有 这个版本的车型 从动力上来说 其实在Tesla阵营里 是非常和蔼可亲的 不过在需要加速 或者需要出弯的时候 只要电门下去 爽快感瞬间到账 而且这个还要是 加速模式轻松的表现 如果呢 调整成标准 加速感受会更爽 方向盘来说 虽然是舒适的情况下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重了一点点 本来Tesla应该可以做得更轻 更虚无缥缈 让这个打方向变得更轻松的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其实不用对比都知道 理想万从驾驶上来说 那种激情四射的感觉 一定没有Model Y那么足 看到样子 第一感觉就是稳重淡定 这两台车同场的时候 看到理想万甚至脑海中 还会蹦出慈响两个字 可能有人会说 理想爸爸充值了 那我就先从缺点说起 底盘调教是理想万的一个短板 特别是后排的感受 会有点散 有点跳的感觉 乘坐体验 前排是明显优于后排的 然后操控感一般般 运动模式下 它的加速感都不强 而且呢 无论你在哪种模式下 一脚下去 它这个电门反应相比于 其他电动车会慢了那么零点零几秒吧 反正是慢了小半拍的 而且呢 过弯的信心 我是觉得开理想讲操控有点多余了 再者 有电没电在动力上会有落差 还有就是在发动机认真充电的时候 这套三缸机会有一点点的存在感 然后呢 无论Tesla还是理想 对于北方地区来说 一定会有充电慢 然后续航里程不到五折的这种问题 因为电池充电放电的这个反应 在低温状态下活性会变差 以及呢 电池循环次数太多之后 可能导致电池的衰退的问题 还有就是保质率的问题 所有性能源车都有这个烦恼 天气太冷或者不喜欢 就直接别碰 如果有补充的 也希望大家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们 接下来就是好的方面了 在我们南方地区没有太大续航里程焦虑 或者说续航里程打折的情况下 纯电车或者理想这样的车型体验 其实非常好 这台车最好的地方就是有Plan B 万大事加油就是了 对于长途行驶来说 体验比Tesla要好 过年期间我朋友开着它的Model S 从老家回来 就遇上了排队半小时 充电一小时的尴尬情况 而理想呢 能够完成慢充 快充和95加买 这些所有操作 加上呢能够显示WLTC的这种标定方式 会比NEDC显示要更加靠谱一点 续航里程会更加真实一点 然后呢 从续航层面上来说 它是能媲美汽油车的 在有充电条件的情况下 又能有电动车的超低使用成本 加上绿牌 很好呀 作为这个品牌第一台车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台车 从照顾用户层面上来说 理想做的还是很好的 而且有跟Tesla完全不同的路子 非常传统 至于很中国范儿 大屏管购 然后呢 副驾能够看片 接着我们能够导航 还有这些语音控制功能 快捷键也有 如果担心盲操的话 其实它直接上下滑调温度 左右滑调风量 很方便 而且六座七座的车型 也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使用 用了米其林的轮胎 所以整台车 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噪音都是不大的 如果硬要调毛病 也就是发动机 毕竟作为发电机存在的 它使用的场景跟工况 就是偏向于稳定 还有高转的 但是呢 说实话 在我平常开车的时候 真的不太知道 它发动机到底启动了没 只是在停车状态下 然后从外面的话 会有那种感觉 或者是有一点小抖动 说实话 它的那个发动机的存在感 还没有我V90的T5大 那么Tesla呢 在自动辅助驾驶领域来说 可以说是最棒的了 理想的这一套呢 也做到了包含打转向灯自主变道 这样子的高阶功能 可以说整体的那个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然后它加速减速的力道控制的也非常好 这一点体验是值得夸赞的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都是33万 它们各自是怎样诠释它们的定价的呢 特斯拉更适合年轻人 在空间和舒适度都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 它有更好的加速操控体验 还有更强的未来感 理想万 可以说更居家 更稳重 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有不足 但真香 这两台车究竟怎么选 对比下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觉得理想很对得起它的价格 至于MOTO Y嘛 你要不要再等等 啊 顺便 在最后看一下这两台车 迷人性感的外形吧 Enjoy 我们下期再见 Y的内饰看上去是特别好看的 非常简约 而且有一些木纹的点缀 但是呢 做工就是很TESLA 接缝是接不齐的 如果你细细的去研究 会觉得差了点意思 但是这么看上去呢 非常简约 非常好看 而且有很大的天幕 有很大的屏幕 有两个无线充电板 以及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这个的阻尼 还特别棒 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相当好 这个大屏 那个逻辑 那个使用流畅程度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 但是呢 同样是美国企业 却不支持CarPlay 而且呢 可能对于国内的一些 软件的一些支持 还差了点意思 好的就是 有一些游戏可以玩 这点比较有意思 说完前排 我们看一下后排 后排的头部空间 表现非常棒 而且呢 因为是一个大的天幕 所以开氧感特别好 这个天幕在夏天 热起来的时候呢 会有一股暖流在上面 这一点 看一下大家能不能接受了 从座椅上来说呢 这个座椅的靠背角度 是OK的 整体的软硬程度 也刚刚好 就是坐垫 短了一点点 所以承托会弱一点点 不过腿部空间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理想外呢 这一套内饰最大的特点 莫过于四块大屏了 中控下方的这一块大屏 是一些功能按键 还有空调的控制区域 右边的这一块大屏 是一些影音娱乐方面的 一个大屏使用 中间的大屏 是一些功能上的主菜单 设置之类的屏幕使用 接着呢 仪表盘的这一块 是一些驾驶信息的显示 四块大屏各司其值 而且呢 整体的逻辑使用流畅程度 显示精致程度都非常棒 整台车的内饰 说不上什么设计感 玩的就是简单粗暴 座椅这一块来说的话 相对没有Tesla来的这么软 但是基本的舒适度 做的是足够的 当然了 因为这台车有六座七座的版本 以这台六座版本为例 我们看一下它后排的空间表现 理想外的中排座椅 是电动调节 而且调节的幅度非常大 所以呢 后排可以营造出 很长很长的空间表现 即便是调到最前的状态下 其实呢 这个空间表现 也是合理范围内的 但是呢 座椅可能相对会短了一点点 承托略弱了一点 后排服务上来说 除了刚才说到的电动调节座椅 有老板件 有空调 座椅加热 两个USB接口 一个Type-C接口 还有飞架 什么都齐了 那么中间呢 有一个非常粗的过道 非常宽阔的过道吧 应该说 可以非常方便的进入到第三排 理想万的第三排 靠背角度是支持调节的 所以呢 第三排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坐姿 也不难 只是因为任何六座七座SUV的第三排 一定会有这种坐垫偏矮 然后呢 坐垫偏短 这种小板凳的感觉 但是这一套座椅 其实做起来的舒适程度是不错的 在短途中途旅行里面 去做也不会有太累的感觉 再者呢 就是整个第三排的服务非常好 包括有单独的这个灯 有音响啊 有这个空调出风口 音响说的有点多余啊 但是呢我发现 它第三排是有两个Type-C的充电接口的 还有杯架 这个服务还是相当好的哦